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阳机长 现在大部分都是自动挡车型 但是也有很多人喜欢开手动挡车 原因是省油,有驾驶乐趣,而且皮实耐用 有一些老司机分享自己的经验 说在开手动挡车的时候,要快速的完成升挡 要用高挡位,低转速,这样的方法来开才省油 那本期视频我们来分析一下 手动挡车型如何把握换挡时机 用高挡位,低转速来开,是否真的省油 想让车辆行驶,就要让驱动力大于行驶阻力 我们换挡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驱动力能够克服行驶阻力 变速器不同的挡位,驱动力是不同的 挡位越低,这个驱动力越大 驱动力是来自发动机 如果想真正的了解,换挡时机就要对自己车辆的发动机动力输出有所了解 自然吸气发动机扭矩的提升是线性的 增长的比较平缓 涡轮增压发动机 扭矩需要在涡轮介入时 达到一定转速 扭矩会快速增加 我这辆车是1.4自然吸气 下面我来测试一下 现在我以一挡起步 我踩油门,把发动机转速提高到2000转 大家看现在车速接近20 然后现在我换入二挡 现在转速回落到将近1500转 这个动力相对来说还比较充沛 我现在转速提高到2000转 开车速是30 然后我换入三挡 这时发动机转速回落到1500 这时扭矩相对来说也比较充沛 这时我再加油门 把转速提高到2000转 现在车速是40 然后我再换入四挡 这时转速回落到1500转 这时扭矩相对来说也比较充沛 我继续加油 加到2000转 现在再换入五挡 发动机回落到1600转 这个动力也是比较充沛的 在整个升挡过程当中 发动机的扭矩都处于比较充沛的区间 这就说明换挡时机是正确的 如果转速过高换挡 会造成发动机的动力浪费增加油耗 转速过低换挡 会造成发动机动力不足 会拖挡 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五挡 像我这样 用高挡位低速行驶 容易造成拖挡 导致发动机动力不足 如果不及时降挡 会使发动机超复合工作 会导致发动机温度升高 会严重磨损零部件 增加复合 下面和大家说一下 利用高挡位低转速是否省油 现在的车都是电瓶系统 配油量都是由行车电脑 由易石油来控制的 决定配油量的有两个重要的信号 一个就是发动机的转速信号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空气流量信号所决定的 比如我们开车在上斗坡时 油门踩得很深 可是车速并不快 只要踩油门 节气门就会打开 它就会多喷油 只是燃烧不充分 给排入去了而已 而且还会形成积碳 所以我们开车的时候 用高挡位 用低转速并不省油 手动挡车型 因为变速器和发动机的匹配都各不相同 在换挡时 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在升挡以后 加油门动力还比较充沛 这就证明你换挡的时机是正确的 这样又省油又省车 而且还减少积碳 那本期视频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给我点点赞转发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